接著就到1985年的第五題 今天我們會有一個圓錐體 底半徑是4cm,高是12cm 現在我們會沿著頂位倒水下來 會令到高水深是hcm 問我們當水深是hcm的時候 Volume of water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用小圓錐比大圓錐的雙子圖形特性去處理 例如R叫做底半徑,小圓錐的底半徑 我們會知道小圓錐的半徑比大圓錐的半徑 等於高的比例,即12-h over 12 所以R等於12-h over 3 如果我們要計算這個水深就可以用大圓錐減細圓錐 所以Volume就是大圓錐三分之一 Pi r square h 減細圓錐就是大圓錐三分之一的pi R我們就把它寫成為12-h over 3 的square 再乘回它的高度就是12-h 這裡你會計算一下就是16乘4,即64pi 減回後面,看看後面你會看到應該就是pi 然後再乘回這個12-h的三次方 over 27 就是這樣,這個就是我們上半部分的答案 然後後半部分跟我們說,如果現在泵水的速率 是pi cm² per second 這句有意思的 這句就是提了我們 其實這個dv dt 就等於pi 然後我們今天的最終目標 我們的最終目標就是提問我們 水深升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 其實就會是dh dt when h等於6 就是這樣 如果你後半部分是想找dh dt的話 我們有沒有h和t的relation 我們是沒有的 但是憑借著它給我們的dv dt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把它刷成為dh dh dv 乘回 dv dt 就是這樣 dh dv我們有沒有辦法找到呢 我們在這裡找到 如果我們這裡叫v的時候 這個位如果我們左右ddh 我們會有dv dh 其實就會是 -pi over 27 再乘3乘2 12-h的二次方乘-1 OK 所以你就會計到 其實它就是 負和負弱了 3和27 所以就會是 pi over 9 乘2 12-h的二次方 這個其實就是dv dh 但等等我們不是想要找dv dh 我們想要dh dv 所以這個位置我們就會把分子分母瘋了 所以就會是9 over pi乘22-h的二次方 再乘回pi pi是來自於dv dt 所以你看到這個pi弱了 最後代回數 dh dt whenh等於6 就會是9 over 12-6 的square 即是9除36 即是四分之一 再給它一個單位 h是cm 然後time就是second 就是4分一個cm per second 整個節目就是這樣做